再来关注一个国际热点 就是俄总统普京将会于18号到19号 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那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普京访问的日程丰富 有各种形式的会谈 包括扩大会议 而时间安排上则侧重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非正式会晤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 普京将在18日晚上叫晚时候飞帝平壤 主要活动将安排在19日举行 普京的访问日程包括了为欢迎他访问 而举办的大型音乐会 国宴 以及向牡丹丰解放纪念碑进行花圈 纪念二战期间 在朝鲜半岛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士兵 而普京与金正恩的会谈将讨论安全问题 以及经济 能源 交通和能业方面的合作 其中包括地区关系 安全问题等多个领域 并会讨论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乌沙科夫表示 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发展十分活跃 而两国关系是在平等 尊重主权 选择发展道路 以及考虑彼此根本利益的原则基础上 发展和建立起来 这是普京自2000年7月以后 时隔24年再次访问朝鲜 而韩国消息人士指出 两国可能会借此奇迹 达成军事合作协议 这将类似于双方1961年的合作模式 一旦朝鲜进入战争状态 俄罗斯会采取军事介入行动 朝鲜和苏联在1961年曾签署 《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其中包括缔约任何一方处于战争状态时 另一方应立即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结束访朝后 普京将于6月19至20日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这将是普京自2017年以来 首次访问越南 乌沙科夫表示 普京将分别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 总理范明正等领导人举行会晤 其中与范明正的会谈 将以共进工作早餐形式举行 两国将发表联合声明 并会签署一系列双边文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